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中美无人飞艇的事件持续的发酵 就在昨天 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全票通过了一个跨党派的议案 谴责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的领空 中国的外交部跟国防部在此之前 也是对美军派这个F-22战斗机 击落中国无人飞艇这个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你看 双方都在互骂 都在呛对方 这个冲突似乎是无解的 因为中国从根本上来讲 它就拒绝承认他们是在故意释放这个飞艇入侵美国 所以说双方最后只能是各执一词 骂战也会升级为军事竞赛 中国的无人飞艇以气象考察作为名义 实际上是个掩盖 实际上它一直充当军事监测的作用 这背后是中共的解放军 因为气球上也配备了截取通信内容的设备 这是美国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 先别说它已经是多次出现在美国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甚至早已经它遍布了全球五大洲 有欧洲非洲的上空都发现过中国的这个间谍气球 总共飞越过超过40个国家 这次几乎是横跨美国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我之前说过这个监控的效果 军事作用实际上还是有限的 是属于其次 最主要动机还是习近平在通过这种方式 故意的试探美国的政治反应和军事反应 以此来作为下一步对内和对外的重大政策 重大决策的一个参考 这方面更深入的分析我其实在前几期节目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这期我想聊一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话题 那么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谴责中国的这个议案 同一时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这三个国家开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为期三周时间 他们模拟和中共解放军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进行高空作战 虽然美国的军方说这次演习早就安排好了 这个跟最近发生的这起事件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军演的核心 它是解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 在跨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个距离的问题 怎么能够协调增加三个空军的相互操作性 那么你想啊这个演习内容明显不就把中国当成了假想敌吗 因为除了中国还有谁是值得三个国家共同对付呢 很明显他们是为了今后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介入的时候来进行备战 因为美国的情报部门早就获知了 实际上中国正在为入侵台湾疯狂的备战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William Burns 他之前就公开警告说习近平已经下令了 告诉解放军要在2027年之前做好武统的准备 在我看来呢这次的无人飞艇事件 或者叫间谍气球不管你怎么称呼它 反正这件事都是中美冷战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摩擦 虽然已经是很空前了 但是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大的摩擦 更大的冲突 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一定还会再次重演 毕竟双方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了军备竞赛当中 另外就是各国的军演也是从来没有停过 这个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冲突 那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还决定加大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据纽约时报爆料 美国准备扩大对中国的限制的领域 其中包括限制流向中国的美元资金 拜登政府正在评估 未来可能要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一些领域的投资 包括量子计算 先进的半导体 以及人工智能 据说去年在国会审议相关议案的时候 他们就提过这个事情还遭到了游说公司的强烈阻挠 但是该来的总会到来 这不是某个企业某个公司某个人能够阻止得了的 这是整个国际利益当中博弈的结果 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是个大趋势 中国能做的就是尽量的拖延 但是拖延美国的这个制裁力度 其实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可以降低他的未来的成本 因为中国也需要时间去处理内部的问题 一方面他要集中权力 一方面还要整合资源 这是他现在干的两个事 那集中权力 习近平已经基本上过去这几年完成了 那下一步就是整合资源 我上期节目讲到中国的下个月 也就是3月1号 正式开始执行习近平所签署的预备议法 那么有观众就给我发来了邮件 他就说最近呢 他这个身边的情况已经有所变化 他说我家里认识一个朋友 目前在国内坐标北方一个小城市 他说他那里已经开始征兵了 说征兵的顺序是第一批是没有工作的 就是连那种送外卖送快递都没去干的 第二批呢 就要找这个裁员的失业的 是30到40岁的这个群体 第三批就是大学毕业生 另外他备注说女性也要被征兵 去做医务兵或者催使班 被征兵之前会做登记 比如个人工作证 另外一个网友在推特上给我私信说 他妈妈说的他家里边有一个退伍保安 要被部队召回了 就在三月份 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预备议法的正式实施日 我认为这两个观众给的这个一手资料 还是符合逻辑 就是现在招募的是没有工作的青年 对吧 反正他们无路可走 下一步呢就是等着招募那些快失业的 快被裁员的人 等他们一失业一裁员 可以当兵了 最后呢再等着那些大学生 等他毕业了 再招募进来 反正是你毕业即失业 而且毕业即分手 经济衰退跟萧条之下 这个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白领工作给你们 给这些大学生 进工厂当蓝领呢 他们又不太愿意 觉得这是农民工才干的活 他们也没有这个体力去干得了 那进国企 不好意思 你家里有关系吗 你能进得去吗 那公务员呢 请问你考得上吗 200多万人抢3万个职位 大多数人还是不行 对吧 怎么办呢 那就是参军 然后呢他们可能可以自我安慰一下 说这是在保家卫国 对吧 这是实现统一大业 这多么伟大崇高 但是真正那些权贵子女 他们早就论到国外去享清福了 或者是在中国占据了 这个什么都不用干 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这些职位 我认识一个曾经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 一个体制内的新兴 他是某个省的公务员考试的状元 他私底下还跟我说 他最大的理想 不是继续的在中央 而是被中央派到地方 当地方官去 然后赚足了 因为地方官才有油水可以捞 赚足了钱之后移民国外 这是他的终极理想 所以那些被洗脑的那些五毛小粉红 傻傻的 真的相信这个官方的文宣 只有他们才相信 我所认识的一些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 或者是有背景的人 他们都想着什么 就俩字赚钱 你要不让我赚不着钱了 拜拜 不跟你玩了 谁给你当炮灰 只有那些走投无路的社会最底层的人 可能才会被当成共产党的炮灰 当然不排除 还有一些人是被洗脑洗澡了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作用 对吧 看了我的节目自然底就不会被洗脑了 看了我的节目至少能够产生一个反洗脑的作用 比方说经常就有几个在日本跟加拿大的一些五毛自媒体 他们还骂公子沈 骂我是汉奸 骂我批评中国 喂 你们自己全家都移民到国外去了 跑到日本了 跑到加拿大 跑到美国了 对吧 你自己都不愿意生活在那个所谓的伟大的祖国 带着全家跑到所谓的反华国家去寄人篱下 对吧 去定居 你们不是已经用脚投票了吗 没有投给共产党啊 这已经说明一切了 对吧 他们在用实际行动在打脸自己在节目里说的那些言论 等于是心口不一 表面一套 背地里一套 这种人的话怎么能够去信呢 他们这种人还居然能够有几十万的观看量 可见这些中国人都被洗脑洗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把这个过去洗脑那套东西 那套价值观 历史观 世界观 要重新的质疑 要抛弃他们 这样的话才能有所改观 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 中美的这种中美大战一触即发 这场大战呢 现在是贸易战 科技战 已经打响了 那未来可能会升级为军事战 所以要继续这几年的大方向走下去的话 那么世界格局的变化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这期节目后半段呢 我想聚焦中国的内部 来聊一聊我对中国走向何处的一个看法 在我看来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呢 就是习近平赢了 一种呢 是习近平输了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习近平赢了 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首先他已经把中国境内的敌对势力 全部收拾干净了 对吧 定于一尊 一言九鼎 然后呢 他会跟西方陷入一个长期的对立的局面 那这种对立呢 他是以牺牲改革开放为代价的 所以他为了维持这种对立 习近平就必须要不断的压榨民间的社会资源 像什么变相的公司合营啊 变相的粮票啊 变相的打土豪分天地啊 那就像毛泽东时代那样 每个人都会成为这个党国机器的其中一部分 你谁不愿意 谁就是阶级敌人 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 这些专门抓这些汉奸的人 大有人在啊 这些投机分子 所以这是一种法西斯式的极权主义 你的财产会被剥夺 你的自由会被践踏 而中国似乎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大家想想上海封城封了多久 对吧 未来可不只是上海这个局限了啊 它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也不会是只13年了 可能是13年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 习近平输了 就是他在跟美国这个新冷战 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体制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他的资源是会枯竭的 内部的反动的啊 这个反抗的势力是越来越大 那么当权者为了生存 他只能抛弃习近平 抛弃和俄罗斯结盟和北约对抗的这条路线 那么想方设法的继续的 邓小平这种改革开放 甚至放弃习近平所谓的国家安全至上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接下来 习近平垮台 共产党终结 那么党内的既得利益会转型为新时代的军阀和财阀 地方也可能山头林立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披着现代国家的中华帝国 那有可能将会像当年的大清帝国 或者他们的这个老祖宗苏联一样解体 当然了 这种第二种可能性呢 可能发生在第一种可能性之后 就是他中间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军事冲突 导致从第一种转为第二种 总之 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或者是两者先后出现 习近平最终的下场一定会一败涂地 那么中国人呢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可能成为这个时代变化当中的最大的牺牲者 就像过去三千年来 这个专制王朝 每一次的改朝换代 都会出现大分裂 大动荡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如果大家觉得说 除了这我刚才讲的两种可能性以外 还有第三种 第四种可能性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下面留言讲出你的预测 但是我要提醒啊 不要一上来先骂 不要一上来先扣帽子 这样的人我直接拉黑 你可以就事论事 你可以讲出你的不同看法 但是只是那些批评谩骂 没有任何营养的话 就不要写了 这时候我又看到这个新闻上说了 中国在2月6号开始 逐渐恢复20个试点国家的团体出镜油 以及机票加酒店的自助油 自由行 中国旅游行业的从业者 还对修复旅游产业链表示了乐观的预期 说今年的出镜油有望 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的六成到八成 我觉得这就是严重高估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特别是现在的经济的状况下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到这条新闻 它确实在我看来是一个绝佳的出逃的机会 就是如果你办签发护照能够办下来 还有签证能够办下来 以及边境通关不被阻挠 这三个步骤都没有被卡住的话 那么我恭喜你 只要你有条件 或者是你作为中国的中产阶层 或者是过去曾经考虑过认出国 那么现在就真的有可能有机会认出来了 我说过动态清廷背后是什么 是政治逻辑 它不是疫情的问题 所以只要这个政权的政治逻辑还存在 那即使没有疫情 那么它仍然可以随时的限制人们的行动 只要它想 它有这个权利 它也没有这个阻力 至少从外汇管制来看 它没有一点点松绑 反而是越收越紧 所以在此我认为 这个疫情后的所谓的经济复苏 所谓的逐步开放 这将是中国人躲过未来大灾难的最后窗口期 大家想一想那些1949年 没有能够离开 或者不愿意离开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 还有就是1950年代的前期 那个最后的窗口期 他们还没走 下场可想而知 以后有机会 我专门做一些节目 我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给列出来 看看他这些人能走不走的人都是谁 当然还有那些50年代 放着在欧美国家 这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中产阶级生活 不过非要回去 实际上不是回去 是去一个从来他们没有经历过的 共产党统治的社会 最后他们下场如何 那么如果你在中国的话 我建议你找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 你看一看自己熟睡的家人们 然后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自己的一个决定 可能会对全家人未来的命运 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然你要想论的话 有很多的方式 很多的渠道可以论 我只是把我的看法建议讲出来 那些说我这么讲 是为了自己赚钱的那些人 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点击它可以打开节目更新的提醒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